罪者,这点将商用队再次遭到正窗,而且这点就在几番控制区域之内。 三月一日,环球网人引进力用队大大车,用控克什米尔地区爆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撑战,用队安全部队遭到极大伤亡。 当时,印度安全部队在运控克什米尔的库普拉拉巴格杠地区进行安全警戒所需的封锁行动,并注尊武装奉祖的存在。 在此过程中,武装奉祖先向安全部队开火,打进来发明应方安全部队能源放生。 这场战斗发生在运控克什米尔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克什米尔长期以来,就是南亚复杂禄,乃至全球最有定的地区之一。 高地区为明明地与巴基斯坦两国之间,当年英国殖民者从南亚撤走之后,国家的一个臭名昭著的蒙巴电方案,打进克什米尔成了南亚最具中立的地区。 数十年来,并当两国在该地区爆发了多次战争,迄今军事冲突日的,上月十四日,运队尝大了恐怖主义的苦果。 一支军警车队在该地区用空间遭到了恐怖袭击,造成了45人死亡。 十十分,随即,运队将之怪罪于巴基斯坦,向巴基斯坦发起了大负问题。 专注于内地政府的授权,所有行动自由的一安全部队立即行动。 2月26日,一队一人十二架换热,由宣战机为主组成的抗争编队,侵入巴基斯坦,并展开了抗袭行动。 据应对方面称,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处敌端组织据点,打死了约300名武装分子。 但被巴基斯坦否认,此举此举招致巴基斯坦的反击。 在27日凌晨分身的一巴空战中,巴基斯坦军击了两架陆军战机。 幸福里的陆营陆军飞行员,巴基斯坦还公布了战机证毁画面,以及一段印度飞行员交付的视频。 并有确切消息称,还有一架陆军的米格,17日升直升机被击毁,多达气能放生。 运队上个月征询遭到恐怖袭击,这本来是值得同情的事。 少而运队借望自策德系巴方指使所为,并且还是想派出战机,进入巴方境内,进行所谓的反恐行动。 这显然也无视一次赤裸裸的军事入侵,运队在主动挑起的宽战中大半坏输,可说是最初能用输理。 刚刚在运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地面行动中,运队安全部队在中宗武装贩者之际发生交火,充分表明恐怖主义就存在于运控一方。 与此同时,这次行动的势力,也在此暴力义军的合一门,平时看起来挺有趣,就在关键时刻鱼里掉面子。